为了在暑假期间 帮助县内学校橱工有进修的机会 县府教育处日前在埔里国小 举办全县橱工研习的活动 教育处长陆振威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研习活动 能够让学校橱工 更了解安全卫生的重要性 竟然能够让学生们 都能够享用到安全营养的午餐 我们卫生局相关 重视学校食材食安的教授专家学者 到我们埔里这边来演讲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说 我们南投县的厨公厨妈 他们在整个烹饪的食材规划 采购还有就是食安等等方面 做一个宣讲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出席 非常的踊跃 那大家也都趁说暑假这时间 做一个积极的充实 让自己说能够说 以后能够煮出更好吃的食物 给我们南投县的小朋友 那然后也在整个说 食物的营养安全保存等等方面 也具有一些基本的资能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透过现场的调查 很多厨公都反映蔬食日 学生的厨余量会变多 因此也希望县府教育处 以及卫生局 能够针对厨公的蔬食料理 来开办课程 让蔬食日的午餐能够更好吃 减少厨余的产生 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厨公们大家都反映 在蔬食日当天 会有比较多的厨余的产生 所以这个也会引发 让我们去想到 就是说厨公他们的厨余 其实是需要在一些精进 那也有可能是供应商 给予他们的一个食材 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发挥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呼吁 我们的教育处 还有我们的卫生局 希望这个两个局处 我们可以大家共同来商议 针对初十日当天的 这些整个的食谱 那还有这个烹饪的技巧 要怎么样能够给这些厨公妈妈 一个完整的培训 让他们能够把菜煮得更好 也可以减少厨余的产生 副医长排泉肯定 县府教育处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厨公研习的课程 能够养成学校厨公良好的 卫生习惯 让学生都能够吃到 营养又安全的午餐 记者成为一埔里采访报导